五黨籍立法委員林長佐的罷免投票案 也會在九號登場 霸場團體前進萬華的國光市場 掃接敗票 進行最後衝刺 希望拉高投票率 林長佐也全力備戰 民進黨更是全力相挺 民進黨立委陳廷菲 還有基隆市長林又昌 都前來號召反罷免的力量 為林長佐加油打氣 用三天時間 從屏東到臺北 騎了四百二十一公里 民進黨立委陳廷菲率領鐵馬隊 抵達目的地 五黨籍立委林長佐的服務處 基隆市長林又昌也前來會合 要號召反罷免的力量 為五黨籍立委林長佐加油打氣 根據臺北市選委會日前公布的罷免門檻 只要同意罷免票超過五萬八千七百五十六票 而且多過於不同意罷免票 這期罷免案就能夠過關 比原先預期的六點一萬還要低 讓霓裳佐繃緊神經 罷場團體則是士氣大正 那相對於之前預估的六萬一一八七 有降下了大概兩千 那各位可以看到之前的公投 同意票是五萬九千多 所以我們對於這一次降低 我們是很有信心的 還是要呼籲大家一起站出來 一月九號我們讓他回去唱歌 在剩下最後一個禮拜 還是希望林長佐委員 回答任何每一個對你質疑的聲音 才是真正勇於面對的表現 把握投票前的黃金州霸場團體 前進萬華的國光市場掃接敗票 希望拉高投票率 面對九號對決 雙方陣營都不敢大意 要全力拼佔到最後一刻 記者國產燕城博裕 台北報導